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掌光夺的设计下 参魏广的折子已经堆得很高 皇上下令以贪污公款卖官为名 将魏广押入刑部大牢 不久就要问斩 魏广自身清白并不畏惧 他被押送断头台 此时他跪在台前 双手背防身后 快速手扬起大刀向下看去 接着听见一声刀下流人 一凝之骑马飞奔前来 他快速跪在皇上面前 使刀自杀请求皇上放过魏广 皇上见状心中怒火直线上升 他不顾叶宁智的反应 继续向筷子手下令 叶宁智脖子上已有血迹 他冷冷开口求皇上放过魏广 他保证此生与魏广不复相见 若为此月天诛地灭 皇上手握桌角 欲将桌子捏碎 传播过后说了声 回宫 叶宁智走到魏广身边 魏广崩溃吐血 接着发疯 仰天大笑 冷冷道 臣多谢贵妃娘娘 好了 今天收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